好 政治话题马上来关心 堪称是九合一大选的延长赛 嘉义市长选举今天举行 寻求连任的嘉义市长黄敏慧 一大早带着妈妈和儿子前往投票 不过黄敏慧担心 还溜来袭投票率会很低 呼吁市民用选票来决定自己的未来 而民进党的候选人李俊逸 则是在太太的陪同下投票 还笑着说今天心情挺不错的 应该是这几个月以来最晚起床的一天 而这场延长赛 也让他体力到达了一个极限 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好好休息 嘉义市长选举登场 一早民进党嘉义市长候选人李俊逸 带着太太成家会前往文雅国小投票 尽管天气冷嗖嗖 但李俊逸说先是温暖的 也呼吁大家踊跃出门投票 心情还不错啦 这个大概是好几个月来最晚起床的一天 那我们希望就是带着愉快的心情来投票 选举下来特别这又是延长赛 所以对候选人来讲我们真的是体力 各方面都非常到一个极界了 那我想最想做的事就是休息 延长赛就是一个意志力跟体力的这个检验 那我想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跟李俊逸希望我们可以做好做嘛 那奋斗到最后一分钟 那展现我们的意志力给所有的嘉义市民看 李俊心情看起来还不错 难得可以睡晚一点 这场延长赛确实耗费不少精神跟体力 下午四点开票的时候 他也会到竞选总部 而对手寻求连任的嘉义市长 黄敏慧则有妈妈跟儿子陪同 黄敏慧也期盼投票率能比1126的五成四还高 一次选举变两次 这是正常的一定会降低 但是呢 我想这几天我们也一直鼓舞大家 告诉大家 真的民主胜地 还是我们民主 就是要用投票来决定我们自己的未来 每一票真的都很重要 投完票 黄敏慧也进入到庙里 缅香参拜 全国最后一场选举 男女候选人此刻心情放轻松 就等最后结果出炉 记者蔡从吴嘉义报道